不少韩国男星选择在30岁前到部队旅行国防义务 虽然平时他们看上去身体非常的健康 但也有不少人在接受部队的训练后 才发现自己身体原来有各种毛病 好像天团Big Band成员GD 入伍后才发现右脚脚踝疼痛 要入院动手术才能痊愈 而青龙影帝刘亚人跟男星徐人国 更加是因为过不了体检 至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兵役 而现年30岁的人气男团2PM成员Jun Kay 6月7日就被爆出以陆军的身份入伍后 在服兵役期间感到身体不舒服 据悉Jun Kay今日下额出现异常 由指他曾在入伍前 4月份在首尔江南某医院接受过面部的手术 而今日则发现右下额出现神经麻痹的症状 未知是否手术后遗症 还是在训练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鉴于他目前仍在旅行军员的义务 因此未能到相关的医院再接受手术或治疗 但幸好他目前没有出现痛症 所以会先在国军的医院进行治疗后 再看情况处理 而消息爆出后 也令不少粉丝非常担心偶像的身体状况 6月7日晚间 2PM所所的JYP事务所 就对JYP一式发表官方声明 表示JYP并非下额神经麻痹 而是因为肩膀的痛症 才到国军医院接受治疗 并会如常的继续服役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